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您参与今日探索基础科学讲座第三期 人间气候的前世今生 本日的讲题是 解开古气候密码之药 第四季的气候变迁 首先先请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本期讲座的开幕影片 天上人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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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竹庭教授和各位来宾说说话 在场的各位来宾们大家好 今天我穿得比较正式 是因为今天早上 科学事实在台北医学大学 科学有那边有一场研讨会 那边的研讨会是跟他们的大学的50周年合起来办 所以今天他们大学过生日同时办科学事实的庆祝会 那边的主题是谈科普 所以我跟他们说我今天中午要再赶回来 因为我们自己这边有科普 好像我的这个周末都是在科普 那当然大家就会很好奇就是说 这个人这个教授做到最后要退休的年纪了 为什么都在做科普 我不好好做研究 为什么做科普 如果谈科普的话 让大部分的同学们也好 在学的学生 或者是一般的普罗大众 我们寻常的民众 能够有更多的科学知识 其实不是坏事 我觉得也是也好 可是这可能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我觉得我会把我自己放在科普 里头事实上是因为我觉得台湾 需要有更多不同的 有专业的知识 可是又不同的思考方式 而且要懂得自己的思考方式 特点在哪里 别人的思考方式跟自己相同在哪里 不同在哪里 然后思考的内容如果有差异的话 到底怎么来共同对话 我还记得 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 也会出去跟人家谈演讲 在去年的吴建雄营 就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说要我谈一谈这个 应该是前年的 对不起 要我谈一谈创造力 我之前刚好在我的一些课里头 会谈过这个问题 我在教师的研修营里头 也谈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今天的演讲里头 我要提到这件事情 他们在问我关于创造力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 如果你问的是像爱因斯坦这样子 动足天机 把整个宇宙里头一个伸藏在那边 几千年没有弄懂的一个问题 把它想通了一部分阐述出来 像这样子的创造力 创意创造力 我看不太容易学 那个可能不是靠学的 那个是相当的成分 我相信是天生的 我不认为后天没有影响 可是我认为相当部分是天生的 可是这样是不是就表示 大家不需要创造力了 我也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很多事情能够学 多多少少很多事情 大部分是后天可以学一点 所以他们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给了他们三点 我其中的第一点 这件事情我已经在 我自己的课程中 有时候都会去讲 第一点就是见网自来 你有时候会很好奇 为什么像这样子的问题 会谈到见网自来 见网自来不是大家都这样说 学历史还是见网自来吗 对不对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由邱子前博士 是中研院地球科学所的邱子前博士 他自己先说他很年轻 不过他是我们探索演讲的 第一位的女性的讲员 这个是我们非常高兴的 事实上我一直还在讲说 我非常希望明年的探索 因为纪念距离的缘故 我们能够办一季的 女性的科学工作者 这个不是在台湾很有意义而已 是全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你很难想象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 没有在做科学的工作的话 不是很奇怪 那一定表示 科学工作没什么重要 要不然为什么有一半的人口 不要去做 所以女性的科学工作很重要 不过回到我刚刚在讲 这个创造力的问题 见网之来是 如果你能够要学习知道 你现在的站的位置是什么的话 你可能需要回头看一看 你站的位置 以前有没有人站过 如果也有人站过那个位置的话 以前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跟他一样的或者不一样的 这同时也是我对每一个要毕业的同学 跑来问我说 老师我毕业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讲的话大致也是如此 而且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一点 掌握得不错的话 你对于你的将来 你大概也可以考虑一点点 能够考虑多远我不太清楚 每一个人不一样 教育里头很重要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台湾人忽略着这一点 每一次在教育的事情上 大家都无谓的要求公平 其实机会公平不是坏事 这个就学的机会是公平不是坏事 可是以创意这件事情来讲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尤其特别的是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事情上 有不同的创意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 邱子贤博士他要跟我们谈的是 气候的过去 这个人到现在 你们如果去看我们去年春季的演讲 就知道人的历史 起码已经有400年到500年以上 400万年到500万年以上的历史 在这500万加减100万的这个幅度 这个还是不确定的数字 因为当我们有新的考古出来的时候 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变 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很难想象 那我们这种人在这个世界上 不过四五万年 你看有跟我们人很像的 猿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到我们这种智人出现在世界上 四五百万年到四五万年 这个时间的尺度 不是我们平常在学校上课 填一填考卷的作业 你能够揣摩得到的 如果你出去旅行的话 你懂得什么叫神游的话 你就知道你要想象四五万年 和四五百万年 那个不是简单的事情 你其实需要一点点知识 那今天在谈气候的问题 我们谈到我们的气候的主题是 人间气候的前世今生 我们不是随便取的名称 因为人间气候 如果以有缘人开始就算的话 就是四五百万年 是人间气候 如果只以我们这样的人来考虑的话 就大概只有几万年 所以人间气候不是一个普通名词 可是你要了解人间气候 你要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邱博士要带我们神游到 起码是百万年前 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邱博士 各位午安 我是邱子前 现在任职于中研院地科所 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四季古气候变迁的议题 不过其实呢 我不是要跟大家说 到底在几百万年前 或者几万年前发生了什么事 最主要的我想是 跟大家谈一谈 地质学家 或者说古气候学家呢 到底是透过哪些途径 或者是研究哪些东西 收集哪一些标本 让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到古气候的变迁 我们知道如果想知道今天的气候 我们看气象就好 现在有相当精密的仪器 可是在过去呢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只好透过各式各样间接的方式 重建古气候 那么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个地质柱状图 这个呢 是我们在地质学上常常会看到的一个 我们用来定各种不同世代的方式 因为在过去的地质史中呢 乘积物它会呈现各式各样不同的状态 然后里面也包含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化石 让我们可以把过去地球的历史 分成很多个世代 那其实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世代呢 是离现在最接近的这个第四季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它所占的时间 以地球的历史来讲 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关心它呢 因为这个时候人类出现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第四季呢 其实是最适合我们生存的世代 我们想要更加了解这个时候的环境 那在过去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古生物 比如说恐龙啊 通常我们在一种特别的世代呢 都会有特别的生物来作为代表 那第四季我们也可以说 人类的出现将来会在地质史上 留下不少的证据 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 人类的出现对这个地球 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最近大家应该有听到很多议题说 我们开始担心我们的发展是不是有点破坏了大自然 不过先让我们来看一张图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担忧呢 这个图现在这里有两张图 一张图是代表现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 一张图是代表大气中甲碗的含量 那我希望我演讲的时候能够花一点点时间解释这个图 让大家除了听结论以外 还能够了解怎么样自己读资料 像在这个图横轴来看呢 它是指时间轴 零就是现在 然后这个是一万年前 那在图中各式各样不同的彩色的这些 是表示我们从一些标本里面看到的data 或者是实际用一些仪器测量的data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接近现在 差不多由这放大图来看 差不多过去两百年来来看 看起来啊 再让我说一下 Y轴呢是指不同气体的含量 然后从0到更大的数字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两百年左右的状况来看 看起来这两种温室气体 在我们大气中的含量好像突增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担心 是不是我们做了一些不太好的工业活动 还是怎么样做了这些影响 那会有这种担忧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们只看过去一万年以来啊 其实这些气体在大气中虽然有 变化没有那么大 然后也没有这种突增的状况 所以我们有必要设法厘清说 这个突增的状况到底是跟我们有关系呢 还是说在地球史上 或者说地球本身就会有这样子的变化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在我们想要准确的估计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影响这个大自然的时候 必须先了解大自然过去的历史 那么现在我想先跟大家说 在第四季之前 我们地球到底是什么状况呢 其实地球在过去啊 的海陆分布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三季早期 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恐龙刚刚灭绝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这两张海陆分布的重建图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北美跟南美的距离是相当遥远的 然后欧洲跟非洲呢 也是相当分开的 也就是说其实在当时呢 如果在赤道这里有很温暖的海流 它是可以在整个地球上环绕 然后让这个区域越来越温暖 另外我们也看到南半球这里 在当时呢 澳大利亚这个大陆非常接近的南极洲 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开场的水道 如果有很温暖的水的话 可以就这样子环绕着整个地球 这样子循环 而这些温暖的水也有机会 顺着澳大利亚这个大陆 补充到比较 我们想象中可能比较寒冷的南极 所以以当时的状况来说 其实气候相当的温暖 不过渐渐进入第四季的时候 因为板块运动的关系呢 海路分布有了一点变化 也可以说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气候 像我们再来看一张第四季 早期的重建图 由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北美亚和南美已经连在一起了 然后欧洲跟非洲也相当接近 另外澳大利亚呢 也比较往北漂移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说南极洲独立起来了 温暖的海水可能没有机会 跑到南极去 还有我刚刚说在第三季早期 有可能有在赤道附近有温暖的环流 现在他们也没有机会很畅通的循环 因此从第四季的早期开始呢 我们从地质记录就可以看到 南北两极都开始渐渐有 不但是冰川甚至很厚的冰原开始增长 那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海陆分布会影响到我们地球本身的气候 那就是因为这些冰川的增长 非常的应该说旺盛 因此我们如果想要知道第四季的气候变迁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看在冰原里面有什么记录 所以今天我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气候资料库呢 就是冰原新 其实在过去很多年来 已经有很多科学家设法到两极去采集这些标本 我来看看 那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个格林兰的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英文名字 这就是分别代表了各种不同的大研究计划 就是他们这些科学家组队到了这很难很冷的地方 然后想要赚取这些冰的标本 希望由此可以得知从第四季早期以来到现在的气候变化 那在这当中呢 这个Gizpto和Grip还有North Grip是最有名的 那除了在格林兰里外 也有不少研究计划到了南极洲 南极洲这里的冰呢 比在格林兰更加的深更加的厚 所以有很多研究团队都想试着在那边工作 那待会我会告诉大家说 并不是每一个研究计划都可以很成功 不过至少在这个途中 这个Volstok、Taylor Dome和Bird算是非常有名 也就是说得到很好的研究成果的一些研究计划 那现在大家知道了说 我们可以到这 应该是说现代的科学家有这个能力 到南北两极去踩这些冰眼星 不过我们想要知道过去的气候变化 除了想知道或许想知道湿度啊温度 或者是说降雨量之类的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我们必须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年代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在冰眼星取出sample的样子 就会是像一个冰棒这个样子 那在很厚的冰原 如果你有很好的仪器 一直不断的往下钻的话 你就可以收集到一段一段的冰眼星 从现在一直到更老的过去 不过我们需要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年代 所以在冰眼星啊 至少在比较浅的部分 有一个很方便的做法 现在这张图啊 是从GISP2研究计划里面的一个范例 给大家看 就是在冰原的上方 根据不同的季节 风场的强度 你带来冰原上方 沉积下来的东西会不太一样 在这个图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比较浅 比较深 比较浅比较深的纹路 比较深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冬天风场比较强的时候 遥远的尘土 大量的被带来冰原的上方沉淀 所以由这个范例来看 我们就知道 这个淡色的地方大概就是夏天 然后深色的地方大概就是冬天 所以这么一组是一年 所以在冰眼星比较浅的地方 你就可以数 只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这样可以告诉我们冰眼星的相对年代 那么不过啊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它每一年的这个厚度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可想而知 因为每一年的气候不太一样 如果那一年的冬天比较 不那么严寒的时候 也就是风力不那么强的时候 就有可能产生这种状况 夏天 应有的淡色的层 好像比较宽 这样子 所以这只能够提供一个相对年代 那到比较深的地方的时候 有时候会产生一点问题 不过 既然冰原那么厚 在比较深的地方 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办法来决定它的年代 现在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图 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做冰眼星研究的人所画出来的一个图 那我会慢慢解释给大家听 就是这个 我们把它假想成是南极或者北极的基底 一个岩块好了 然后上面是逐渐在这边降雪 累积出来的冰 那一开始冰在这里 累积下来 越到底部呢 它就会越压越密实 对不对 那当因为受到重量的关系 其实呢 它还会往两侧流动 然后到了这个冰原的边缘的地方 只要在北极或者南极地区的夏天 稍微热一点的话 它就有可能会溶掉 所以其实在冰原的边缘 冰的累积其实并不见得会非常的完整 那在中间这个部分 这里啊这一条一条的线 就是我们把它假想成刚刚我看到的那个年轮 其实越到底不会压得越密实 到了你无法分辨的地步 所以这些研究冰研新的学者 他们的方法就是 他必须用数学的模式做一个model model这个冰到底是怎么样的流过来 怎么样的压密 所以比较深的地方 他们只好靠model来建立年代 那可想而知的就是误差可能比较 误差可能比较大 所以由这个图我们就知道 最好的研新会是在哪里呢 当然是在冰原的正中央 然后成绩最完整的部分 所以你才会看到 刚刚我给大家看的地图 有那么多个研究计划 可是真的很成功的 并没有非常多 你要真的有办法达到这里的 才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谈到冰 其实冰从什么东西来呢 它从水来的 地球整个气候呢 跟其实是可以说是有水循环主导的吧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至少在地质学家的研究领域里面 什么东西是我们最常使用的一个指标 其实就是水 水里面有氧 在大自然界呢 氧有三种同位素 那一般而言 氧食其实在太少了 所以我们就忽略不计 只讨论氧食六跟氧食八 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彩色的卡通图 这个是差不多四分之一个地球 然后深蓝色的这个地方是海水 那淡蓝色的这个地方 是大气中可以吸收水气的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在赤道地区 这里纬度零的地方 通常最热 海水最容易蒸发 那在蒸发的过程中 通常氧食六会比较愿意 比较快被蒸发到空气中 那一般而言 急区的水气呢 都是来自比较低纬度的海洋 的增扇作用 海洋增扇上来的水气 会逐渐被送到急区 然后降雪 那我们可想而知 在这些增扇上来的水气 它已经含有比较多的氧食六了 它一路往高纬度的地区呢 会下雨 会降雨 那在降雨的过程中 氧食八比较喜欢跑出来 所以急区上空的水气呢 其实是和海洋相比较起来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氧食六 那么可想而知 降雪之后 大半的氧食六都被留在这里 那很多很多氧食八 都被留在海水里面 那我们其实等于是 利用这个道理 可以分辨地球温暖 还有和地球寒冷的时候 有什么差异 因为在很寒冷的时候 这个急区的冰源 就会越来越大 很多很多冰都留在那里 也就是说相对而言 有很多氧食六都被它抓走了 那么如果我们有机会 测得当时的海水 的氧酮位数米值的话 你可以间接地估计 在那个时候 冰源是不是非常的广大 气候是不是相当地冷 那么在比较科学性的来说呢 我们其实是用这个指标 Delta O18 来指示 那其实它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我们测标本里面 氧食八和氧食六的比值 然后再比上一个standard 那以后我们讨论呢 就会经常用这个Delta O18来说 所以当我们说Delta O18的值 比较高的时候 就是这个标本里面 相对而言 有很多氧食八 然后我们说这个值比较低的时候 就是表示 这个标本里面氧食八特别少 那接下来我就要说 既然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冰的来源水了 我们到底取得冰岩星之后 到底可以量里面的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冰融掉 然后测量这个冰的化学性质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刚刚说的氧酮位数了 氧食八和氧食六的比值 第二个是氢酮位数 有点类似我刚刚的概念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 还有很多金属离子啊 或者是说什么硫酸跟硝酸跟氯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测 或者是我说从由风带过来的尘土 这些也可以测 那吃这些要做什么呢 因为它们多多少少都跟当时的风场 或者说降雨量 或者是水汽的来源有关系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只用那一层一层的年轮 这样子去数 其实有很多的误差 如果你在测量冰的化学性质 可以配合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更精准的定年 然后也可以更明确的知道 在第几年的时候 或许发生了什么事 那一般来说氯离子啊 如果多的话 就是表示它的那个水汽的来源 是从海洋来的特别多 因为海有 海水中有相当多的氯离子 那这也跟导电度有点关系 可是通常我们必须配合 很多个参数一起看才会知道 那下面一张图 我只是要给大家看一下说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等于说是一个范例吧 这四张图呢 都是从南极的Telerdome 做出来的结果 横轴部分通通通是年代 零就是现在 然后KA的意思是每千年 所以100KA的意思就是10万年前 这就是从现在到过去16万年前的记录 最底下这个呢 就是我说是冰里面的养酮位数的记录 那我们的确可以看到 它有高高低低的变化 比较温暖的时期 这个值跟比较冷的时期 是可以明显的分辨出来的 那上面的硫酸根 硝酸根和氯离子呢 看起来它也有跟着气化的 跟着气候有不一样的变动 那这就是可以让我们 做很多不同参数之间对比的依据 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在冰岩星中除了冰以外 我们还可以研究别的东西 我们可以研究 我们可以研究被冰包住的气泡 为什么呢 因为它包住的其实是古时候的大气 所以如果你分析 那个气泡里面的成分 比如说二氧化碳啊 甲烷啊 或者是说里面的氧 的氧酮位数的话 你就有机会知道 古大气的含量 和古大气的组成 是不是跟现在不一样 那这个其实啊 就是大家现在很关心的 之前我们看到有很多过去的 二氧化碳的记录 都是有冰岩星 应该说比较可信的 都是从冰岩星的气泡里面分析出来的 不过有一件事要注意的 就是其实啊 气泡的年代 跟它隔壁的冰的年代啊 不见得相同 为什么呢 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这个图啊 蓝色的这个 蓝色的部分就是表示是空气啊 然后白色的部分就是雪花 雪或者是冰 但虽然我们这里不下雪 可是大家应该知道 雪刚下来的时候 其实相当松软 然后它渐渐可能有点结霜 最后变成很硬很硬的冰 那在它很松软和结霜的过程呢 其实里面的空气和表面的大气 还是可以有点流通的 所以其实雪 比如说这个深度周围的那些空气啊 还是跟现在的大气差不多 一定要等到它是相当坚硬的冰的时候 里面包住的气泡 才会跟大气隔绝 所以可想而知在底部这里呢 这些冰的年代都比它包的气泡要老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论踩到什么样的冰眼星啊 你必须约略估计 它的冰和它的气泡的年代差距是多少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古大气的资料 是从气泡来的 可是如果想要知道它是什么年代 必须从冰来 必须从冰来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年代的差距 那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说 其实冰眼星的记录 越年轻的部分越可靠 越老的部分 误差越大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 现在我也只是给大家看一个范例 就是说 在这个途中 一样的横轴是指年代 不过这一次 现在在右边 然后六十万年前在左边 在最底下这里呢 就是从冰眼星 我们融掉冰之后测它的青铜位数 可以看到暖期冷期暖期冷期的这样子的变化 那上面这三个图呢 同样也是冰里面的记录 可是是由气泡来的 分析它气泡里面的N2O 二氧化碳和甲腕的浓度 那当然现在画给大家看的这个图 他们已经做了那个年代差距的校正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的确在过去啊 比较温暖的时候 这些温室气体都比较高 那我最开始给大家看的就是说 过去的这两百年来 我们有不可思议的高含量的温室气体呢 就是在这几条线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几条线照 所以这个记录就证明了说 的确 至少以第四季来说 我们现在的温室效应 温室气体的浓度是史无前例的 那 大概跟我们脱不了什么关系 那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 地质资料 就是深海沉积物的岩星 那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个图 就是因为曾经有人问我说 深海岩星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看这个是路 这个是海 这其实只是个示意图啊 我们不要把这个scale 太放在心上 我们想象在高山啊 或者是路上的岩石 经过雨水啊 风吹雨打 风化作用之后 它会有很多颗粒 会由河流渐渐的带走 那带到哪里呢 当然是带到海里 对不对 那 还有路上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风 风也会把沙漠 或者是一些 一些比较没有植被的地方的尘土 四处乱吹 吹到哪呢 最后也是吹到海里面 这附近 那假设是在比较高纬度 比如说北大西洋的地方 它的边缘 的边缘 有时候会稍微融了一点 融了一点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有一小块 小小的冰山 比较往南流 那大家知道冰里面可以包扎 乱七八糟的东西 石头啊 或者是一些粗颗粒之类 它往比较南流的时候融掉了 也会就丢到海里 沉淀在那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海洋里面呢 比较靠近大陆 然后坡度比较缓的呢 我们叫做大陆棚 这里 你就可以接受到很多路源物质啊 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在这里的沉积速率会相当高 有时候可以到每千年几十公分这样子 或者我说每千年五六公分到二十几公分都有可能 那接下来 有时候有海底浊流 会把很大量的东西带到比较深海的地方 通常这里就会是 这种东西就是比较粗颗粒的 大量的往更深的海盆冲 那比较细颗粒的一些 侵蚕残留的东西 或者是尘土呢 它也会在海水当中这样子飘洋 慢慢的飘到比较远洋的地方沉积下来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比较深的海盆呢 其实颗粒都比较细 那沉积速率大概可以每年 大概一两公分啊 或者三四公分就很不错了 那在这些地方呢 虽然它的颗粒细沉积速率很慢 可是通常它会相当的连续 中年都有这些沉积物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取一个垂直的标本的话 你可以知道至少千年尺度的变化 或者说几千年尺度的变化 你可以了解 那其实今天我真正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说除了这些沉积物以外 其实海水表层啊 或者是说这个海盆底部啊 有很多的生物活动 然后它们会有一部分的生物它会造壳 那这些壳在它死掉之后呢 会留在沉积物里面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来做研究 所以待会我其实想要设法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一些什么油恐虫啊 钙板枣之类所遗留下来的化石 那其实这些化石 可以给我们间接的骨气候的证据 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 先给大家看看说 我们这个深海岩心到底可以打到多长呢 下一张是我从网路上download的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管子 就是可以装那个深海岩心的管子 那如果你有这么好的研究船 通常美国欧洲他们有一些 你其实可以得到非常非常长的记录 然后最有名的可以藏到KT boundary 就是恐龙灭绝的那个时期 然后也有更长的就是 只是那个是相当有名的例子 那我download这张图只是想说 这样大家可以很明确的了解说 到底可以藏到多长 那我们采了这些岩心之后怎么做它呢 其实第一步就是把它劈成两半 其中一半呢收起来 因为将来可能要再研究 另一半就仔细做观察 这里是给大家 这也是我从网路上download下来的图 给大家看各式各样不同的成绩物 其实它的颜色会不太一样 因为根据这个站位的水深水浅的不同啊 它所可以保留的化石 或者可以保留的成绩物不太一样 所以颜色会不同 那接下来的做法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就是把成绩物 这个剖成一半的成绩物呢 把它一片一片切下来 然后选择你要的解析度 开始把这些 应该说 接下来想要做 如果想要收集那些化石的人呢 就会把泥沙洗掉 洗掉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就会是这些样子 你看到的好多一颗一颗的东西 那这里有个比例词是5mm 所以这些东西呢 在你看来会是细小的像沙粒的一些东西 不过在显微镜下看 不用相当大的倍数 你就可以看到 它们长得其实不太一样 在这张图里面呢 主要的是浮游性油恐虫 那为什么说它重要呢 它其实是单细胞的动物 然后它会分泌碳酸钙质的壳 那它大概生存在海水面 大概零到两百公尺之间 有时候比较浅 有时候比较深 但是它死后 它的数量相当的大 死后这些壳都会渐渐的沉淀到 海盆的底下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做研究 那么要做它们做什么呢 第一个可以看到 它们的长相的确有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虽然这里不见得每个人 都会辨识种属 可是如果你会辨识种属 你又了解它现在的生态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多多少少知道 多多少少显示古温度 为什么呢 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图 上面这些英文名字呢 就是各个不种 浮游有恐虫的种属名称 然后有贴图的地方就是一些例子 那其实它的种属啊 有些种属是比较喜欢在冷水生存的 有些种属比较喜欢在温水中生存 所以如果你现在挑选了500只浮游有恐虫 然后你把它仔细分类出来 然后看看这些温水种和暖水种的比例 你就可以推估它们生存的那个水团的水温 大概是多少 是一种方法 那么除了浮游性有恐虫呢 其实还有底气有恐虫 底气有恐虫是什么呢 它就是活在海盆的底部 沉浸物附近的一个虫子 它不太会动来动去的 所以数量也没有真的那么多 那么现在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是一个底气有恐虫 它的壳也是碳酸钙质 那它生活的范围是在沉浸物表层 所以如果你选对了底气有恐虫呢 它可以约略代表它附近的海水的状况 那就是底层海水的状况 那其实底气有恐虫有非常非常多 应该要至少几百种以上不同的种属 有的呢它不是生存在沉浸物的表面 它是深埋在沉浸物中的 比如说像中间这一只 其实这三只都应该是 但是因为我不是底气有恐虫的专家 我只确定中间这一只应该是 就是所以它所使用 或者说它生存的环境呢 其实是沉浸物里面的孔系水 当然这些孔系水的来源也是海水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些底气有恐虫来做研究的话 它所代表的就是沉浸物的孔系水的状况 好那我现在已经有跟大家说了 我们到底拿这些有恐虫来 就是有什么样的有恐虫 那接下来问题一样了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定它的年代呢 我们还是必须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的有恐虫 同样的我们可以分析它壳里面的养同位数值 跟刚刚冰岩星的原理有点类似 就是在温暖和冷的时候 它的值会高高低低的变化 现在给大家看一张范例图 真正的绝对值请大家不用那么的就是关心 不过就是看这个变化的形式 先看粉红色的这条线 它是好几个低纬度的岩星所统计出来 它们里面的有恐虫养同位数值的变化 那大概是从在这张图一样的横轴是指年代 零是现代 然后这是三十万年前 所以可以看到这是比较养同位数值比较负的时候 这是比较正的时候 那么蓝色有打点的这条线呢 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南海的岩星 里面我们挑出有恐虫来测量它的养同位数值 所做出的一个记录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致上来说蓝色的这个线 跟粉红色的这个线还蛮还算蛮符合的 虽然正幅不见得符合 可是什么时候该高什么时候该低其实很接近 所以意思就是说将来如果你在出海打了 再打一个深海岩星 你再去分析那些有恐虫的养同位数值的话 你一样可以把它拿回来跟这个粉红色的全球的曲线相比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相对年代 那么在这张图中呢 其实打黄色的区域就是比较温暖的时期 然后我没有特别标起来的就是比较寒冷的时期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兵棋兼兵棋变化 下面我想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说 我们到底知道它年代之后又如何呢 虽然知道两同位数 我们大概晓得兵棋兼兵棋有这样的变化 可是我们还或许想知道更细节的是 比如说当时的温度是怎么样 那很幸运的就是算是比较近年来的发展吧 有些科学家发现这些有恐虫的壳 它其实虽然是碳酸钙 它里面有一点点鎂 所以他们发现呢 如果你测量这些有恐虫的壳的鎂钙比 它好像跟表层水的海水温度可以成一种特定的关系 那我现在只是要给大家看一个图 就是有一群科学家 他们真的去培养浮游有恐虫 然后在控制的水环境下养它们 然后建立出一个关系式 在这个图中呢 横轴是温度从冷到暖 纵轴是有恐虫壳里面的每钙比 从零到十五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二三四条不同的曲线 这是四种不一样的浮游有恐虫 看起来的确有恐虫的鎂钙比和温度 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好像可以用一个经验方程式把它建立出来 只是不同种属之间好像有点差距 那也没关系将来我们如果采到深海沉积物 你只要确定你限定在同一个种属 然后去分析它的每钙比 你就可以用其中一条曲线来建立谷温度 那除了谷温度以外 其实我们也想要知道过去海水的酸碱值 也有一个方法 这是更新的研究 是后来大家发现 其实除了鎂啊 或者是钙这些东西 有恐虫里面还有棚 然后它的棚同位数值呢 跟表层海水的酸碱值 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他们发现棚同位数跟酸碱值 也有类似刚刚前一张图的这个关系式 那我现在想给大家看的一个是 真正的实例吧 等于是说一个成功的实例 先看上面这张图 这是从深海沿芯做出来的结果 在横轴方面是年代 从现代一直到过去四万年 然后这些黑线呢 是浮游有恐虫的养同位数值 告诉我们兵棋 我说错了 告诉我们兼兵棋 兵棋兵棋的变化 那这些红色的正方形呢 就是它去测量这些浮游有恐虫的 棚同位数值 那的确看起来 好像真的跟养同位数值 有点变化 虽然它的sample量并不多 那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这个蓬同位数值 你可以用它 然后利用一些假设 计算出 融在海水中的CO2含量 应该是多少 那么理论上 这应该跟大气中的CO2含量 会是一样的 下面这张图就是它的结果 要给大家看到的是 在下面这张图中啊 这些黑色的点 是从冰岩星当中做出来 冰岩星的气泡当中 做出来的二氧化碳含量变化 那这位学者呢 他拿这些 蓬同位数值 做了一些计算 计算出 它理论上 过去的 CO2含量会是多少 画在这边 结果大家发现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吻合 可是也相当接近了 所以这其实是 目前还相当新的一个研究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有有恐虫也有机会 知道过去古大气 CO2的含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惑说 其实冰岩星已经很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有恐虫 看起来冰岩星更好 更连续 可是大家记得冰岩星 它到非常老的部分 我们是没有办法确定年代 所以在那一部分 需要有恐虫来辅助 虽然在年代比较年轻的部分 靠冰岩星的气泡就足够了 那么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 一些只是有趣的事情 实验上有趣的事 就是左边跟右边这些都是 沉积物里面的有恐虫的壳的图 那大家看起来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右边这里好像比较破碎 好像有破 然后好像也融掉了一些 有些奇奇怪怪现象出现 那我要这么说 我要给大家看这个图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我们这种研究 是需要非常小心的选择你的标本 我们都是在测量这些碳酸钙壳里面的化学成分 如果它已经被改变了 你测量的绝对不是对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你看到你的 sample 里面有这些破破烂烂的壳 就表示它已经很强烈的被海水溶食掉了 千万不要选这些 sample 我们只能够用这些来做研究 另外我要跟大家谈一下的就是说 其实除了有恐虫 还有一个叫做 还有些藻类对我们的骨气候研究有帮助 它是一种会分泌钙板的浮游藻类 那它本身虽然会行光合作用 但是除此之外呢 它会分泌一块一块的钙板 然后把自己包裹住 那当它死掉或者被别的生物吃掉之后呢 这些钙板会逐渐的分散开来 然后留在沉积物当中 那这些藻类跟有恐虫一样 它有比较温暖的种鼠 也有比较喜欢寒冷的水团的种鼠 所以你如果去数这些钙板 简单来讲就是说来估计过去的这些藻类的数量的话 你也可以约略的知道当时的海水温度 那为什么我会谈到这个藻类 其实是除了它本身以外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就是 它生长的过程 它会分泌一种一些特殊的有机化合物 然后非常的坚固 不会被侵蚀掉 不容易被改变 那这一些有机化合物的成分 应该说相对的含量 让一些地质学家发现 跟这些藻类当时生长的温度有关系 那我现在简单的让大家看一下 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是一些 有37个碳的一些化学物质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种类 有的有四个 四个双剑 有的有三个双剑 有的有两个双剑 然后大概在过去的可能 二十多年前吧 就是有人发现呢 如果我们只注意在 三个双剑和两个双剑的 这个化学物质的比值呢 它会跟这些藻类 当时生存的温度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成绩物当中 萃取这些有机物质 你可以计算出过去的骨温度 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说其实这些藻类最早发现的时候 并不是这些骨温度的研究 而是它对相对年代的定年 有非常大的帮助 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图 就是最早其实大家叫这些东西 叫钙质超微化石 因为以前并没有发现 它是一颗一颗的藻类 只能够在成绩物看见 一片一片很小的钙板 那这是在穿透式显微镜下看到的 然后这是加上偏光之后看的样子 那因为它这种藻类的这种钙板 演化速率相当快 所以在过去常被用来做不同地层的 直准化石 那其实在台湾呢 我们台大地质系的魏国燕老师 就是这方面相当专精的人 那这在第四季有它的用途 虽然我们并不是经常用它来做相对定年 可是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当你踩到言心 踩到一根言心 你想很快的知道 它是什么年代的时候 用这个最准 那么现在我要换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了 就是我们大致上已经说完了 相当连续和相当长的记录 那其实除了这些记录以外 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虽然它不见得可以那么连续 现在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 珊瑚骨骼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讯号 在这张图中给大家看到 这是两种我们比较常使用的珊瑚 它活着的时候的样子 为什么我们说常使用它呢 因为它生存 它通常都生存在浅海 或许不超过五公尺 或者是二十公尺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看到它 你比较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说 这一定是浅海环境 那下面几张图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说 其实你真的踩到的化石 看起来都只剩骨骼了 不会有你看到的这么完整的珊瑚虫或者胶体 那么接下来我想给大家看一些好玩的图 就是我们到底去哪里踩这些表层水珊瑚呢 第一个是如果我们要踩现身珊瑚的采样 第一个你要会潜水 然后会认得你所要的珊瑚种属 比如说你现在潜水看到这颗你觉得很不错 它可能有五十岁或者六十岁 刚好可以提供你过去六十年的记录的话 你可以把它整颗带起来 那么珊瑚的这些碳酸钙壳呢 你就可以带回去做分析 不过通常这样子小的珊瑚呢 它不会很老 如果你想要知道过去几百年的气候变化的话 至少你要选大一点的 像是像这样子这么大的珊瑚礁体 可是这就有个难题了 到底要怎么采样它呢 你不可能整颗带走 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钻一个 钻一点把它带走 那通常最理想的方式是 如果你可以找到它的生长轴 然后用海底钻机 钻一孔 钻一孔骨骼起来是最好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应该至少有四个人 四五个人 这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操作工作 你需要有一个人钻 然后有一个人服务着这个钻 然后还要有别人在旁边观测 或者是控制一些电缆线之类的 那这一部分的工作呢 是台大地质系沈川舟老师相当专精的 那这些照片也是我跟他借来 不过想让大家看的就是钻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你把它拿出来就是一些白白的珊瑚骨骼 那接下来的步骤 也是把它剖成两半 剖成两半之后看起来大部分 如果你有打对位置 大概会是像右边这个图一样 它会有一层一层的生长轮年轮出来 你就可以一层一层的数 当然你把它打下去的那个年代 就是它最表层的年代 然后一年一年的往下数 那我这张图的例子是让大家看到说 在珊瑚骨骼里面的丝盖笔啊 现在已经证实了跟海水表层的温度有关系 那么左边这张图就是它的证明 它的纵轴的那个年代啊 就是有一层一层的生长轮数出来的 红色的曲线呢 是现在的海水表层温度 已经历史上有记录的部分 那黑色有打点的连线呢 这是我们分析珊瑚丝盖笔 所画出来的线 那由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证明说 这个丝盖笔和SST是表层海水温度 果真有很紧密的关系 所以在更老的年代 即使我们没有表层海水的记录没有关系 你只要找到活得够久的珊瑚 去测它的丝盖笔你都可以做到 不过再怎么说 像这样子的活的大珊瑚啊 大概几百年应该不会更老了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类型是来自老的珊瑚 更老的珊瑚 比如说龙起的珊瑚礁这样子的地方 这些这是一个很大的珊瑚礁体 它以前应该是在海底的 那因为构造抬深的关系 它逐渐露出了海面 那有这是在海边你就可以看到 有的甚至会抬得更高 跑到山上去了 在这里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这一整块都是珊瑚礁 然后这里有一个洋场小径 人大概可以爬上去 那这里大概是离海拔 至少三四十公尺四五十公尺的地方 也是以前的珊瑚礁被抬升起来的结果 那如果你走近看一看到底会像什么样子呢 会像是这样子 这些是很大很大的珊瑚礁体 那这个是我在这里当比利词 如果你是个地质学家 一般而言我们就拿个地质锤 把表本敲下来就好 但是问题是 其实这么年代久远的珊瑚 它因为风吹雨打的关系 它的成分大部分都被改变掉了 尤其是表面的部分 如果我们只是采这些表面的部分 不能告诉我们什么讯息 那尤其是这个珊瑚它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它没有什么用 因为它孔隙太多了 想必一定很多雨水啊 或者是地下水 早就渗透到里面 把它的成分改掉 所以其实在野外我们真的要选的是 看起来不是那么美丽 但是很坚硬 孔隙度比较低的珊瑚礁体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像不像 刚刚那个现身珊瑚旁边侧面的一块 所以我要的就是这个珊瑚 那么这种东西通常很坚硬 一般的地质锤没有办法把它 踩下来 而且我希望找到最新鲜 最好的标本 最里面的标本 所以我们也是要用砖机 用路上砖机把它砖进去 那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至少要三个很有力气的人 才能够操作 因为一个人要把一个金属管砖进去 另一个人要努力地打水 因为如果没有水的润滑 金属管是永远不可能砖到岩壁里 那还要有第三个有力气的人 他要不断地在海边 或者水源和山上来回地跑 因为这一桶水是不够用 他必须来回地跑 那其实整个作业程序要有第四个人 因为要有人拍照 做记录 还有把他们打出来的sample 带到山下去 所以其实四个人 一天能够做的工作非常有限 因为通常这都是在很高的山上 很炎热的地方 那么打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就是像这样子 它也是一管珊瑚 大家还可以看到一点点 珊瑚骨骼的样子 还有一些尘土 那化石珊瑚的做法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们即使把它剖成一半了 我也不能保证我看得到生长轮 因为毕竟它是已经被抬身扭曲的珊瑚 我必须 它即使有生长轮 我也没有办法那么明确地 把它一轮一轮界定了出来 我们必须靠别的方式来决定它的年代 那如何决定化石珊瑚的年代呢 就跟珊瑚的造壳的过程有点关系了 这是简单的示意图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珊瑚啊 其实 大家知道 珊瑚其实是珊瑚虫 它造壳是在它的底下造壳的 那其实是这样 珊瑚它跟它底下的基质啊 中间会有一个很薄很薄的水层 然后这个水层 大概跟周围的海水有点流通 那其实珊瑚的 珊瑚它会主动地把钙离子 带到这一层水层里面 那至于所需要造壳的碳酸根呢 大家是认为说这个CO2 可能是水中本来就有的 然后也有可能是珊瑚主动 把它拉进来这个水层 然后把它分解成氫离子跟碳酸根离子 这样子这两个结合起来之后 才会造成珊瑚自己所要的骨骼 可是很奇怪的是 我们目前并不了解在 任何 在哪一个阶段当中呢 珊瑚会主动拉一些 油到它的骨骼里面去 为什么我会说主动呢 因为它的含量 其实是比海水中的含量高出很多 那其实珊瑚是大自然的特例 它当中 它的确都会拉差不多 三个PPM的自然釉 到它的骨骼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用釉 来做放射性定年 只要你选择到保存相当良好的珊瑚 那这是个非常非常有利的工具 因为它告诉我们的是绝对年代 只要你找到好的标本 所以 现在就想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有 在这张图中 大家可能最先看到的是椰子树 可是其实我要给大家看的是 远方的这个接地 为什么呢 因为它都是珊瑚礁接地 我这里画了一条线 有没有看到有一阶一阶一阶在这里 现在的珊瑚礁应该在海底 所以这应该是上次暖期的珊瑚礁 这是上上次暖期的珊瑚礁 这是上上上次暖期的珊瑚礁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这些台地上面找到很好的标本 把它的年代很清楚的定出来 那为什么现在这些会跑到路上来呢 跟我刚刚说的板块岛屿台深作用有关系 如果你对这个地方的地质构造了解得非常清楚 你知道它的台深数率是多少 你就可以估计在多久以前它们应该在海底 那也就是说 这一些珊瑚可以告诉你过去的海水面变化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例子 我重画了它的图 然后色帕解释给大家听 就是有几个学者 他们到低纬度地区的这些岛屿 采集了一些保存相当良好的珊瑚 然后他们校正了 因为台深作用台深的这些高度 等于是把这些珊瑚又放回海底 因此做出了这个纵轴 零这是现在的海平面 然后往下就是说在海底的这个深度 这些红点就是那些珊瑚的资料点 那Y轴这里呢是过去一万八千年到过去六千年的这个记录 这些年代都是由我刚刚说的 幼系定年里面定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这过去的记录呢 它珊瑚没有办法很连续没办法 可是有在两个时间点呢 它不但没有连续 而且它的水深一下子跳高很多 变化很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这两段时间有 急速的海水面上升 那海水面上升这么快速通常会是来自于 北极的冰有一些很快速的融了一部分下来 所以我在这里写说 这两个是有名的快速融冰事件 其实就是由珊瑚胶体做出来的 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也是最近大家比较有在研究的东西 但是是新的研究 就是除了表层海水的珊瑚啊 其实在海洋的盆底 有一些很奇怪的单体珊瑚 它不会造胶 它一个一个小小的就像一朵小花这样子 但是它的生长速率非常慢 所以在同一株单体珊瑚里面 它里面的年代可能很老 然后外面可能很年轻长得很慢 那我这里只是用这个种鼠来做做范例 它可以生长的水深呢 可以是海底500公尺到2000公尺 甚至更深一点都有 那它很奇怪的是 它特别喜欢长在很陡的坡 或者是很硬的基底上面 那这里也是有一张图 这个其实是死掉的骨骼 然后这个是活体 它倒过来长 给大家看看这个样子 那现在世界上应该只有几艘 很高科技的小船 可以收集这种珊瑚 第一个是叫Alvin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很小的小船 它或许跟之前去搜寻铁达尼浩遗海的那一类的船很类似 这个船大概只能够容纳三个人 一个开船的人和两个科学家 然后一次航程大概必须在六七个小时之内用完 不然它的电力或者是什么就没有办法 它的速度很慢 可是它可以很平稳的沉降到海底将近四千五百公尺都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它有小小的金属手 可以帮你把很细微的标本抓起来 那我刚刚说的单体珊瑚 就是用这个船去收集来的 那单体珊瑚要做什么呢 它在海水那么深 我现在想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就是 其实整个全球的气候啊 跟海陆分布有关系 跟洋流有关系 那海水的底流是洋流的一部分 现在这张图只是要让大家看说 这是一个北大西洋的图 这是陆 这是海 打叉叉的地方呢 是北大西洋洋流 现在科学家认为深层的地方 然后这些深蓝色的线呢 是目前大家认为 公认的它的流路就是了 它是沿着海底这样子流的 那这里有一个叫Ophenol的地方呢 这里有很多单体珊瑚 我刚刚说的深海单体珊瑚 所以它的年代分布很广 然后水深分布看起来也很广 也就是说你如果分析它的化学性质 你有机会了解这一条北大西洋洋流流路 过去的变化 那这也是最近比较新兴的一些研究 现在我在我要换到另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跑到路上来 刚刚讲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海中深层的 可是其实做古气候研究不是只有海里的记录 路上的也可以 那现在就要跟大家介绍说洞穴中乳石 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趣的事 不过我想大家对这个名词并不陌生 但是到底在哪里找呢 通常是在科斯特地形的地方找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啊 就是一个科斯特地形 那通常这些地形周围都还算肥沃 而且会有不少人住着 可是在这个底下呢就是有很多洞 然后你就可以下去找中乳石 不过我想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中乳石的行程 底下给大家看一个示意图 就是通常这个圆岩母岩 通常要是石灰岩 石灰岩本来就比较脆弱 它可能有些裂隙 然后这些地点通常必须是比较气候潮湿的地方 你才会有雨水 雨水做什么呢 雨水降水下来之后 它会形成一些河流 然后这些河流会顺着原本就有的裂隙 一直挖石下去 那如果你有一个很挖的一个很深的洞呢 就会跑到地底下去 成为地底下的河流 那如果外面的岩壁有裂隙 又会跑出来 让你重新见到这些河流 那在这些石灰岩地形 通常表面你会看到一些很清楚的裂隙 或者是非常陡 非常陡峭的地方 那还有些很特殊的地方是 它风化的产物啊 常常会是红红的 有氧化铁的东西 在这里 如果说这个系统发展得很极致的时候 你可以在地底下挖出很多洞 这些洞有可能是本来就有的弱面 那也可能是被水逐渐挖石下去的 那无论如何 当这些地下水的水面往下降之后啊 这些洞就会算是脱离水面吧 但是还是会有陆陆续续有天水沿着这些裂隙跑下来 逐渐沉淀出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沉淀出什么东西 其实跟上面的土壤啊 还有原来的母岩都有关系 现在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放大图 就是这里 纯粹好玩 就是这些水逐渐滴下来之后啊 其实它有可能从头顶逐渐沉淀东西出来 也可能滴到地面 然后才一点一点慢慢堆积长出石笋 也可能两个连起来长成石柱 那这些成分大部分都是碳酸钙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实例 就是或许有不少人参观过中午时沿洞 可是就是如果他有一个的话 通常东里面会有非常多 那你要做研究的时候 一般而言要选择最适当的 可是其实你还没有分析之前 不知道哪一个是最适当的 所以做法其实是申请政府的许可 然后采很多回来 那一个一个做 所以这其实是相当劳力密集的工作 做法一样 你把它这个聚下来带走之后 就把它切成两半 先观察一下 这些照片呢 是沈川州老师去越南才会来的 一些中午时标本 那各位可以看到他切成一半之后呢 这个比较清楚 看起来有没有 就像最早的沉淀 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上涨 然后这个也有一点 一层一层的往上涨 可是他各个颜色有点不一样 因为啊 中午时代沉淀的时候 除了从那些孔系水沉淀以外 他有时候这些孔系水会有点脏 夹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颜色就会相当的脏 意思就是说 他是不纯的碳酸钙就是 那有时候 比如说因为气候的关系 水没了 或者是水中的成分突变 他有时候会停止生长 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痕迹在那里 那所以其实我们最理想 通常我们想要研究骨气候 是希望有很连续的记录最好 很干净的标本最好 所以在这四张图中 这一个是最理想 这些都有一些奇怪的沉淀间断 或者是有很多杂质在里面 不过其实在所有的杂质中 有一个杂质对我们很有帮助 就是 其实 这些孔系水有时候会带一点 钥留在中午时里面 然后只要他的含量够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来做定年 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 一个实例 图可能有点复杂 不过我慢慢解释给大家听 就是本来以前大家的想法都是认为说 洞穴里面的中午时 可能没有办法跟全球的气候连结在一起 不过其实只要你找到适合的洞穴 你有办法解读全球气候的 以下的例子是从中国葫芦洞的 中鲁石所做出来的资料 它证实了至少在那个葫芦洞里面的石损 它的化学变化可以和冰岩星的气候讯息做对比 我们先从下面这个图来看 下面这个图是冰岩星的记录 它是从过去七万年到过去一万年的记录 这些淡蓝色的曲线呢 是冰里面的养同位数 高高低低的讯号表示了比较温暖和比较冷的阶段 那么上面这张图我们先不管这个黑色的线 如果只看这些彩色的曲线的话 它是很多一段一段一段的中鲁石 所做出来的记录 它们测中鲁石碳酸钙里面的养同位数 可以做出这些曲线 然后年代呢就是用幼西定年定出来 所以它们有了绝对年代可以把一段一段 本来看似不完整的石碳 把它拼凑成完整的一个曲线 那虽然幅度上有所差异 但是的确看起来 风骨的讯号可以跟 北极冰岩星风骨的讯号对在一起 那就这证明了 如果你很审慎的选择标本 你是有机会从路上看到 路上的标本看到全球的讯号 那么接下来应该是我最后一个要向大家介绍的 古气候讯息的资料库是数轮的记录 那这一方面的研究呢 其实在我们热带地区发展比较不是那么蓬勃 我最开始主要是从欧洲和美洲开始的 待会我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 那我们说到树轮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个树的横切面 那我们说树轮的研究到底是研究什么呢 现在让我放大这个部分 让大家看一下到底研究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那个放大图呢 这里是树木的随心 然后通常在春季的时候 树木生长得比较快速 所以它会等于是说 长的木材比较多 然后到接近夏季秋季的时候呢 生长速率稍慢 它在那几个季节长的木材 绝对量就比较少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叫这种看起来 比较稀疏的部分叫枣材 比较紧密的部分叫碗材 那一个枣材加一个碗材 这样子就是一年的树木年轮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数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这样子数出木材的年纪 那偶尔如果说 在一个很严峻的环境下 比如说完全没有任何雨量 或者是说发生了森林大火 它停止生长的时候 会有一个在这里不太清楚的 一个停止生长的暗暗的线出现 它们叫做卫轮 可是以一个有经验的树人学家来看呢 他可以很轻易地辨别 生长轮和卫轮的差别 那么这就是树人研究的人 最常应该是说的基础吧 那么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取材呢 现在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这里有个树干 然后这里有个很细的管子 这里也有一个棒子 那它们的做法就是转它 那这个管子呢 就会往里面钻 钻出一个这么细的树干标本给你 那只要你采样的方式 对选择的树干够大 够健康的话 这样子是不会伤害到这棵树 那么接下来要看的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那些树轮的变化方式 那么其实树轮的研究 你必须很小心地选择标本 这里给大家看两个轮 这样看是下差不多 可是其实上面这个是在 一个生态区的比较边缘 比较严峻的环境下采下来的 下面这个呢 是在一个比较营养裕 气候很舒适的生态区的正中央采下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比较严峻的区域采的地方呢 因为它有时候 气候会比较不适合树木的生长 所以它的生长轮之间的宽度的变化 会有点变化 可是如果你一直是在 食物很充足 任何阳光充足 水量也不是问题 温度也不是问题的地方 你就是都没有什么改变 你的树轮 其实一轮一轮之间的宽度 是不会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地方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那你看上面这个 其实看起来在这里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好像比下面这个树轮 少了一轮生长轮 所以其实树轮的研究呢 需要大量的标本 累积综合统计之下 才能够把这些突发的事件 把它剔除掉就是了 那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B这个标本 基本上对骨气候学没有任何帮助 因为它一向长得很好 环境也没什么变化 或者环境变化对它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A才是你要研究的东西 那这里我把它用文字写出来 所以真正他们在测量的东西是什么 是生长轮与轮之间的宽度 或者是碗柴的密度 这才是他们的间接指标 只是那通常量出这些指标之后 就要看看跟是否跟当地的雨量有关系 或者跟当地的温度有关系 所以其实做树轮你都必须从现在开始 你有现在的树轮现在的气象资料 确定他们对比的很好之后 你才可以往回回推你的骨气候 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左边这根树呢 是一个正常的树 我们如果取出树轮 就可以测量它不同轮之间的宽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附近啊 就是1472附近好像有两个轮非常接近 1495这里 这是西元年 西历年 也有两个的生长轮非常接近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树木 是来自火山活动比较平仁的地区 有可能火山爆发了 状况很不好它就没办法生长 所以这里的树轮呢 它就比较有可能有缺层 或者是有什么比较不对劲的地方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一个树干 取出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像岩芯 或者我们叫树木芯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你测量它轮与轮之间的宽度 只要你看到有两条很密集的生长轮 它的确它就有可能是1472年 对不对 然后刚好这个1495年也有两条相当靠在一起的生长轮 你就可以把这个对比在一起 然后知道说它中间数这个年轮 发现它少了三轮 因此你可能可以判定说 在这个区域啊 这三年或许火山活动真的太严重 影响到树木的生长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其实跟我们指纹的对比有一点点像 因为每一个区域的这种 数轮的宽载变化呢 是独一无二的 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对比起来相当困难 所以一开始 虽然你或许是用人工去数数轮 之后他们有发展很多统计软体去做这个对比 就像现在的比如说警察他们对指纹的时候 我相信应该也有电脑或者一些特殊的软体 帮你去对残缺的指纹 不过再怎么说 这看起来都只是过去几个世纪 其实数轮是有机会让我们知道 更古老的时候的气候变化 怎么做呢 现在给大家看一个示意图 我们可以从活着的树取树轮 也可以从死的树取树轮 然后也可以从古老的建筑物里面的木材取树轮 取出来要做什么呢 现在下面这里每一段 就是我们或许不知道它绝对年代的一些树轮的标本 可是你可以测量它生长轮之间的宽度 然后把它好多好多叠在一起 设法把它对比起来 那么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 还有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树人学家 那目前在欧美他们可以把这个序列连到大概过去一万两千年 然后甚至他们认为现在可以延展到两万两千年 那可想而知几乎是有几千只几万只好几百个实验室互相对比做出来的结果 那不过这是一个至少以我们如果需要粘解析度的记录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那么以树轮来说现在最常测量的骨气候指标就是这个树轮的宽度 有人尝试着想要分析这些树干的化学组成 不过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还是技术上有困难的事 可是如果将来有办法测出这每一轮里面的化学组成的话 我们就有更多间接的骨气候指标可以做研究 因为年代架构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得很完整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谈了大概主要就是五种东西吧 就是冰岩心啊深海岩心还有珊瑚洞穴钟乳石和树轮 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骨气候变化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想说留给大家问问题 或者说想休息的人可以去休息一下 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问我 谢谢大家 谢谢邱老师今天带我们从海洋冰川以及陆地上悠走学习了一番 那我们接下来先休息一下五分钟之后 回来邱老师以及中心主任将与大家展开提问时间 如果各位对刚刚的演讲有任何的疑惑问题 您手中都有提问单 请尽量的填写并交给现场工作人员 谢谢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Q&A 今天我们听说我们的奖品是海报和笔记本是吗 我们第一个问题 这个人没有给名字啊 我不知道在不在场 问冰岩星的还是我们换一个人好不好 问那个冰岩星气泡很小的那一位在场吗 好 这个你想起来的话告诉我 这也很麻烦 哇今天都很神秘啊这个 这边写一个校友 黄湘城校友 这边是小的一位在场就会有的 我给大家看 这边是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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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柱或者是中乳石的話 它可以提供同樣類似的資訊嗎 其實是都可以啦 我拿石筍的例子來講 只是因為通常石筍 你比較能夠確定最裡面最底部的是最老的 石柱其實也 石柱大概是最頂端和最底部是最老的 然後最後接在一起嘛 所以其實以現在來說 只要你有仔細的定年 大概都可以做到 只是說選石筍來做例子比較簡單 然後比較 而且通常石筍它比較會連續生長 如果說是那種從頂上慢慢沉澱下來的那種 它有時候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沉澱的間段 等於說 對我們研究氣候的連續性來講 不是那麼理想的sample 可是還是可以用就是都可以 OK 所以不是單純只是因為採集容易的關係 不是不是 只是因為 這樣講好了我剛剛有提到過 我們不論 但是我們想要研究股氣候通常重點就是 一個是氣候的參數嘛 一個是年代 所以我們選sample都是去選那種 看起來會比較容易知道年代先後的 一定是從這裡下手 只是這個原因而已 那我的第二個問題 方便嗎 不好意思 就是您剛剛師傅有提到一個叫什麼 克斯特地形 請問那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這些石灰岩洞的這些地形 石灰岩為母岩 然後有受到一些 濕潤的氣候的影響 有侵蝕有裂隙有洞穴的這些地形 我說 我把它講成克斯特地形 只是我記得以前我念地理的時候 我們課本上把這個地形翻譯成克斯特 因為它的英文是 應該是克斯特的這個名稱嘛 但是其實描述的就是這一類的地形 可能太久了我忘記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問題 謝謝 剛剛說那個碳酸鈣沉澱 影響它最主要的應該還是溫度 因為它的沉澱跟溫度有直接相關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氣候因素會影響它的 在海洋裡面的碳酸鈣殼啊 大概是溫度 可是在石灰岩洞裡面的 其實相當複雜 我今天沒有講的很細節 可是我們可以想像 因為石灰岩洞的沉澱啊 它是來自那些孔隙水 它必須穿越各式各樣的土壤和圍岩 一路溶解了一些離子 帶到洞裡面沉澱對不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溶解的離子不夠 你到達那個洞裡面有水 可是它是不會沉澱的 然後或者是說 你帶有一些離子是會抑制碳酸鈣生長的 這你也不會有沉澱 所以在洞穴裡面 其實我剛剛舉的洞穴的例子啊 其實是特例 大部分你出去 分析石灰岩洞 它大部分的訊號 不見得可以很直接的 跟冰岩洞對在一起 因為很多洞是很 它局部裡面有局部的小大氣在裡面啊 小環境在裡面 它通常會反映的其實是小環境 只是在一些很特殊的洞穴裡面 它會跟外面應該說全球的氣候有所對應 所以其實針對中乳石的碳酸鈣沉澱 它溫度是一個因素啦 但是不見得是主要的因素就是 所以剛剛我跳過去的這邊這個問題喔 其實對比之下有一點關係 它問它說氣泡這麼小 你如果要怎麼樣把氣泡抽出來 而且是怎麼樣來建立它裡面的成分 而且它還問說原型素人啊珊瑚這些 有沒有一個固定的某些單位來分析它 還問比較實際的工作人 我先針對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冰岩洞裡面氣泡那麼小 到底是怎麼樣把它抽取出來 據我所知 我沒有真的親自做過啦 但是據我所知 他們是在把那些冰融化的過程 設法在不受污染的狀況下 收集那些氣體 然後再分析這些氣體的成分 所以氣泡小沒有關係 只要比如說你切一塊冰下來 它的總量夠大就可以了 然後只要你在收集的過程 沒有被現在的空氣污染到就可以了 它並不是說我們真的去抽一個小氣泡 然後只量那個氣泡 可是當然這跟你 每一個冰岩津可以提供的氣泡數有關係 或許在南極的它的氣泡比較少 氣泡量比較少 你不容易測量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雖然有那麼多個 冰岩津的研究計畫 可是其實你真的看到氣泡的啊 大概只有南極的Volstok 或者是一些比較理想的研究計畫 有辦法提供給你這一些資料 因為其他的可能根本沒有 或者說它的量真的少到 你根本沒辦法精準的測量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像這些各式各樣的 股環境、股氣候的訊息 有沒有一個單位把它統整起來 那我可以說其實 上一個演講的陳教授有提到 我們其實有一個單位 全民我忘了 但是它的縮寫其實是IPCC 就是它每一陣子會有一個會議 就是把不論是氣象學家 或者地質學家 研究出來的這些氣候 或者氣候的資料統整起來 他們統整的目的是什麼 必須先歸納出過去的氣候 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再統整現在的氣候系統 然後會有再有另一批學者 利用這兩套資料來做預測 對未來氣候的預測 這是一個單位 那如果說只是我們 以學習的觀點來看 其實在網路上 美國的那個NOAA這個網頁 它常常會不定期的收集 各式各樣的新的科學資料 然後收集在它的網頁裡面 會先簡介這個資料庫應該怎麼使用 然後再有一些更新的資料出來 不過其實我們如果說自己想要了解 各式各樣的古環境研究的這些材料 並不是說有一個像聖經一樣的教科書 可以讓你一下子完全了解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不斷進步的科學 那個我剛剛說的IPCC和NOAA 它只是統整過去十年或者二十年來 科學家的整理的研究報告而已 可是如果你想要真的有深刻的了解的話 還是必須每一個地址資料 去找相關的文獻來讀 那你學習了到一陣子之後 你會累積一種經驗 懂得判斷這些資料的可靠性 所以其實它並沒有 它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一本教科書 就可以了解的東西 不過這並不表示它無法了解 只是表示有 我可以引用以前我的老師告訴我的話 就是像蝦子摸象而已 我們閉著眼睛看不到這隻大象 可是有很多隻手摸各式各樣的部位 那你摸完了之後 你可以自己有一種歸納 可以大概知道這個大象的形象 新冠婷同學 新冠婷同學 邱博士你好 我想請問說 我們在做Molecular Clock Dating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選擇一個標準的standard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那我想說 是不是有比較完整的化石定年的資料庫 可以查詢 尤其是因為我是做植物的 所以想說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知道這些訊息這樣 謝謝 你是說植物方面的嗎 還是指我剛剛在演講裡面講的 碳37 ARCHINON的Molecular Dating 我應該是 就是我比較想知道就是說 有沒有比較完整的 對化石的Dating的資料庫這樣子 對化石 這麼說好了 如果是針對化石的Dating 我們必須要 把它想成兩方面 第一個 我們想知道 是絕對年代還是相對年代 先講絕對年代好了 比較容易了解 如果你想要很明確的知道這個化石 到底是什麼時候產生的話 要不就是這個化石本身 它必須要有 含有放射性元素 然後保存得很好 讓你來做絕對定年 要不就是這個化石 可能被周圍的沉積物包圍 或者它上下有岩層 夾層 然後你可以 用放射性定年的方式 定上下的岩層 然後夾集這個化石的年代 這樣你才會知道 它真正的年代 可是通常這個情況並不多 因為 如果你做的是植物的話 它可能大半是碳 碳 你最多就是做碳14定年 那如果年代更老的話 你幾乎沒有什麼 如果它又沒有幼 又沒有任何其他的放射性物質的話 你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做絕對定年 那如果是相對定年的話 基本上 只要你知道上下岩層的程序 然後知道其他岩層的年代 或者相對年代的話 你是可以約略局限出這個化石 至少它最老會是多老 最年輕會是多年輕 這個你是做得到的 可是 目前據我所知 並沒有針對所有的化石 然後很清楚的都定年初說 哪一個是什麼 哪一個是什麼 不過 剛剛我在演講當中有提到的 鈣質超微化石 這種東西啊 因為它 每一個特殊種的出現的年代並不長 所以它的確可以提供我們 比如說只要有這個種鼠 它就一定是 Myocene 或者說只要有這個種鼠 它就是一定 一定是晚第四季 這種是可以做得到的 可是並沒有很明確的說 一定是第幾年到第幾年 至少據我所知 那如果像你說植物方面的話 其實我想要提的一點是 今天我在演講中沒提到的是 路上的湖泊岩辛 也可以做很多很有趣的研究 尤其是裡面的花粉組成 那花粉組成 有一些特殊種的花粉 某程度來說也算是演化得很快 意思就是在地質史上 它的出現的年代很短 這種也可以提供你很好的相對定年依據 如果是要研究植物 或者說研究比較區域性的陸域環境的話 其實湖泊岩辛裡面的花粉 反而比較有可能提供你這個機會 那請問就是像這個花粉的資料 有地方可以查嗎 還是就是 花粉的資料在網路上啊 據我所知沒有地方可以查 可是有那種比如說包粉學教科書 或者花粉學教科書這樣子的東西 它可以先告訴你說 怎麼樣的花粉怎麼樣辨識 然後如果有這種很經典的例子的話 它可以告訴你 這一種植物的花粉它的生存年代是怎麼樣 可是 至於很詳細的細節啊 如果你有研究上的需求的話 我覺得可以 現在就有這個需求的話 是可以去問台大地質系的劉平妹教授 就是真的要做花粉學很有經驗的人 或許可以給你更好的文獻導引 謝謝 他是聖研鎖的 OK 檢齊梁同學 可以幫我把麥克風關掉 讓你比較不會收到 你好 就是我想請問就是 剛剛講到測量冰心嘛 就冰心中測量到的養食吧 測量到如果比較高的話 那代表當時 大氣的 就整個地球的氣候是 比較暖的嗎 還是比較冷 現在我們回想一下 剛剛我說的那個水循環的圖 我說天氣很冷的時候 可能有冰原會長得很大對不對 很多養食流會被抓到冰裡面去 這樣子沒錯吧 所以剛剛你說 如果在冰原心裡面的養同位數值相當高的時候 它應該是比較 比較暖 那你可能有發現在演講當中 好像跟海洋的紀錄有點顛倒 那這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全球的養同位數的總數是一致的 如果在冰原心裡面 養同位數很高的時候 在海洋的養同位數應該就很低 你想要問的是這個嗎 對 謝謝 下面一位是江浩章老師 兩位老師好 接下來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們在 教高中地科的時候 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不知道 就是 剛剛邱老師講的各類股氣候的證據 它能夠回推到什麼時間點 那如果只能回推到第四季的早期的話 那第四季之前的那些溫度變化值 我們是怎麼知道的 對 這是我的問題 先用跟今天演講內容相關的方式回答你 就是剛剛我說的深海岩辛啊 其實它最老不是在第四季的底部 它可以老到 應該說從有海盆生成以來 它都可以有 所以目前 據我所知應該知道 侏羅記的 成績都可以有 所以剛剛我才會說 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 KT boundary 就是恐龍滅絕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 海洋成績物 所以純粹以這方面來說 不是只能夠到第四季的底部 更老的也可以 那我想要跟大家說的一下就是說 雖然越老的部分啊 我們的紀錄越片段 可是 其實 其實 我們這樣講終身代好了 其實各式這樣的植物化石 也可以約略告訴你當時的氣候環境 還有如果在陸地上啊 有冰川前沿的遺跡的 那一種也可以告訴你過去的氣候 或許 或許沒有辦法很精準的告訴你說 到底是比現在高兩度 或者是高三度 但是我們可以明確的知道 至少以當地來講是比現在更冷 或者更暖 簡單來說 如果一個地方 現在很熱 可是你居然有看到 飄流石 我想想看我翻譯的好不好 飄流石的意思就是 冰川在前進後退的時候 它可以夾雜很多亂七八糟的岩塊 跟著它前後 那如果它這些 可能叫冰氣石 就是它往前進的時候 氣候變暖了 冰融化消失了 這些相當重的石頭 會被留在原地的這種冰氣石 的那個前緣的估計 可以告訴你過去 比現在暖 或者比現在冷 或許沒有辦法 像我剛剛介紹的一些 化學性的分析說 比較明確的告訴你像它幾柱 可是相對而言是絕對可以在地址 延程裡面找到記錄的 那所以可以回推到多老呢 看我們的延程可以保存到多老 只要那些並沒有因為板塊構造 或者因為風化的作用被消磨掉 我們就有辦法 不過通常其實我們最大的問題 不是在找到這些證據 最大的問題是在定年 就是不知道它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只曉得在過去的某一段時間 其實通常大的試劑我們都沒有問題 比如說寒武劑、滯留劑什麼這些 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可是有時候比如說到底是 諸羅紀的中期或者是諸羅紀的中晚期 你現在的定年技術 有時候是沒有辦法很精準的定出 我舉個我們課本上的例子好了 對我們用的課本 它的溫度變化最早的時間點是 八億年前 八億對八億年前 那這個時間點 老師你覺得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是能夠知道它當時溫度的情況 謝謝 八億年前啊 我現在不知道了 八億年前 那個時候應該是 增核的生物已經存在了 所以應該有mark 以目前我是不知道如果是增核生物 我相信是從 成績岩分佈的地點 不過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可以 設法去查一下資料 八億年前的溫度的話 我並不知道 會是從什麼樣的地址資料來 來告訴我們 但是我懷疑那是推估的 並不是真的 有一個很明確的證據在 不過我必須說這個 我目前不知道 但是或許查資料可以查得出來 應該不全部是考古出來的 應該推估 就是推論的 因為你有增核生物的話 你需要水 OK 那以現在對水 譬如說像這樣對水的了解來講的話 你水的沸點和溶點 這是確定的 所以你地球上要有大量的水的話 你的溫度就必須是現在 差不多是現在相近的溫度了 國營宣有那個嗎 我們 我或許可以問一下 請問是哪一個版本的教科書 三明版 三明版 不是你寫的 所以沒辦法 這樣可以方便 因為我自己也相當好奇 也方便我就是說 在查資料或者是確認他們是如何定出這個內容 八億年 目前我是沒有答案啦 不過值得去查一下 因為畢竟這是我們高中教育的教科書 所以國營宣要comment嗎 沒有 我會假設有些東西不全部都是直接的考古紀錄 OK 要是推論的 吳佩玲同學 吳佩玲同學 我想請問一下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三個已經解決了 然後第一個就是 其中你有聽到那個 蓬可以推得二氧化碳濃度 那請問兩個之間有什麼關聯 你是說蓬同位數跟 我這樣子講好了 就是 蓬酸這樣子說好了 我說有恐蟲的蓬同位數跟 可以推算二氧化碳 其實中間有很多計算 不過我們簡單的來講就是 有恐蟲它在造殼的時候 它主要是 碳酸根跟鈣來造殼 可是它也會 它也會 它也會帶進一點蓬酸 對我應該講蓬酸 然後蓬酸在海水中其實有兩種形式 然後它是 有一個是有帶一個負電 一個是比較沒有帶電的 然後它在海水的濃度 相對濃度 跟海水的pH值有關係 然後 不但跟海水的 還有這兩個蓬酸根 它自己的蓬同位數都會有點變化 所以 我們 大氣中 要先有一個 基本概念就是 在平衡的狀態下 大氣的二氧化碳 含量跟海水表層 它融在海水表層的二氧化碳 會是 一致的 在平衡的狀態下 然後 有二氧化碳融在海水 它就會造成表層海水的 酸鹼度的不同 對不對 所以其實中間的關係是 根據 被有恐蟲拿來造殼的蓬酸 或者說 順便拿來造殼的蓬酸 裡面的蓬同位數 來 得知 是在怎麼樣的PH值之下 形成這個殼 然後 那樣子的PH值 你可以計算出 它到底有能力 融多少CO2 在海水裡面 然後 我們必須假設 造殼的時候 海水表層的 裡面融的二氧化碳 跟大氣的 是成平衡的狀態 然後這樣來回推 謝謝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忘記你是說 哪一個東西 然後它會把釀抓進去 那那個量不是就跟 當時的海洋不一樣 然後 而且 每一隻 每個東西把它抓進去的量 是 不一樣的嗎 然後 那它怎麼定年 是這樣的 你剛剛說的 應該是我在講 珊瑚骨骼化石的時候 說的例子 那 我會說 它跟海水的量不一樣 這個目前 其實大家 不論在生物上 或者地質上 還沒有解釋 可是很奇怪 另外的 珊瑚骨骼 你去測每個珊瑚骨骼 它真的就是有差不多 2到4ppm的釉含量 在它的骨骼裡面 那這個相對而言 比海水 來得多出很多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拿一小塊珊瑚 它可能就有足夠的釉 讓你去分析 可是你可能要好幾公升的海水 才會有足夠的釉 讓你做分析 那麼至於它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人認為 珊瑚無把分辨鈣和釉的差別 所以它在造殼的時候 會把釉帶進來 但是我認為 這是個太粗淺的說法 我自己現在沒有很明確的解說 可是我必須說珊瑚這個是特例 很多生物都會造碳酸鈣殼 可是只有珊瑚的殼 可以有這麼高量的釉在裡面 然後最奇怪的是 一般即使生物的碳酸鈣殼 才不知為什麼加入了釉 通常後來因為成岩作用啊 或者是說被沖刷被溶解 它都很容易流失掉 可是看起來在珊瑚裡面 它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不會有這個問題呢 因為你可以真的去定年 那剛剛同學比較有問題的是說 到底我在說定年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其實有啊 我說放射性定年是這樣 有放射性的東西 它過了一個半衰期之後 這樣講我們先講 它原本叫做母元素 然後它過了某個特定的時間 它會變成另外一個同位素 或者另外一個元素 那那個產物我們叫它紫元素好了 那麼又它 以我們珊瑚的定年來講呢 又238的紫元素是土230 那很奇怪的是 它在它在珊瑚殼體裡面 從母元素變成紫元素之後 似乎都不太會跟外界交換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它累積了多少紫元素 或者還剩下多少母元素 的這個比值呢 來計算出它到底衰變多久了 意思就是說它的年紀多老了 因為看起來珊瑚拿了這個釉到體內之後 死掉之後 它就再也不會把它釋放出去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死了多久 過了多少個半帥期 這個就是它的原理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生物殼都有辦法這樣 那我剛剛也有提到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石筍 看起來在石筍裡面 假設它有吸取到釉的話 也是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可是比較麻煩的是 石筍通常它的釉啊 大概會小於一個ppm 所以量是非常的少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需要浪費更多的标本重量 你才能夠收集到足夠的母元素和子元素 來測出一個精準的比值 可是在石筍當中 是應該說是隨機的 它並不是固定一定有釉在裡面 畢竟它不是生物 那看起來至少有一派說法 是認為珊瑚主動的抓取釉 在它的骨骼裡 兩個scale差不多嘛 你說都在ppm有這麼高嗎 其實在石筍裡面如果有一個ppm 就是非常非常幸運的石筍 一般都是測不到或者是非常非常的低 可是珊瑚非常普遍 珊瑚2到4個ppm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其實是相當好用的一個工具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跟你假設 它至少有一部分是化學原因 因為 釉的電荷素和它的離子大小 是剛好在碳酸蓋裡頭 它可以填充的進去取代 把蓋取代的出來 不過因為他們的架數 釉的話通常是正三架 不過你正二架也可以 所以正二架如果剛好進去 我回去查查看 我會假設釉的那個離子大小 跟蓋的離子大小相差有限 就容易進去 可是如果說你在珊瑚裡頭 找到的是比較大量的 那我認為就可能有一些生物原因 要不然的話 如果是化學營運的話應該 它的度量 激素應該是一樣的 不過蓋的部分的話 銅位素你也知道 應該只是重量的差別嘛 銅9和銅11 10和11 那應該還是質量的差別造成 銅位素的話 它對於PH值應該是反應是一樣的 它對PH值的反應一樣 可是這兩個蓋酸跟的相對比例 會不一樣 兩個不同性質 不是都是蓋酸 劉維勳同學 我們大概要最後幾個問題 邱博士你好 我想請問第一個是說 第三機跟第四機有很明顯的區隔跟界定 那第一個是太陽在第四季的時候 它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太陽 就是太陽在這時候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第一個就是說 第三機跟第四季有什麼明顯的區隔或界定 如果以古氣候的角度 我會說第三季跟第四季最大的區別 就是從第四季開始有明顯的 有週期性的冰期兼冰期的變化 冰期兼冰期的氣候來回變化 或者叫它來回震盪這樣子 以我古氣候的角度我會這樣子分辨 那我剛剛才聽說以人類學的角度 會有人說人類的始祖的起源開始的時候 把它稱之為第四季 那這個我個人沒有很大的意見 我覺得也是可以 等於是說將來把我們的人類 當作第四季的止準化石也是可以 那不過這個我想交由後代來決定就好 那剛剛你另一個問題是說 我有點忘記 對太陽在第四季的角色是怎麼樣 我認為我個人認為太陽在任何時候 它的輻射量都對地球有影響 都有影響 只是在第四季啊 我們地球本身或許是海陸分布 或許是跟生物間的一些回饋效應的改變 太陽輻射度在這個時候啊 對我們地球的氣候系統似乎有 等於是說它輻射量改變一點點 我們卻非常的敏感有很大的變化 氣候有很大的變化出來 所以其實太陽的輻射度 我認為啊 在任何時候對我們地球都有影響 但是是我們地球本身的response 或者是說我們地球本身裡面運作的機制 和那個等於是說接受到什麼樣的刺激 然後有發生某種反應的那個速度 或者機制有所改變 而使太陽的輻射度 在第四季的兵器兼兵器變化 看起來好像有很大的影響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不過其實啊 太陽還有一部分的輻射度啊 這個我剛剛在演講裡面沒有講到的是說 其實可以從數輪的紀錄裡面看得相當的清楚 那我相信在過去有一樣尺度的變化 好像是差不多十一年的一個cycle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老的數輪紀錄 還有那麼精準的分析可以做這件事情 不過我相信它是任何時刻都存在的作用力 最後一個也是數輪的問題 呂老師在哪邊 呂敬業老師 我們這最後一個問題 好 秋教授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你剛剛也提到那個數輪的問題啊 那因為在我們 我是高中老師 那我們的高中教科書裡面也提到就是說 那個數輪的成長的那個速度 跟那個季節有明顯變化 那剛剛在你那個研究報告裡面有提到這個這件事情 可是剛好結論好像跟我們的教科書上寫不一樣 我們好像認知裡面是夏天的時候呢 那可能是光合作用可以比較旺盛 所以說那個數輪成長的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那個寬度會比較寬 那可是在你剛剛的碗材裡面 好像反而是它是比較密集 它是比較黑的 謝謝 第一個我要先說明就是說 我在這個演講裡面舉的啊 通常都是只是舉一個例子 那其實數輪 我不是很清楚你說的那個教材 其實不同地方的數輪 它的生長期和停止生長期 是有可能不一樣的 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不論它的控制因素是 降雨或者是溫度 或者是日照度 不論是什麼 在不同的微小的生態圈裡面 它會生長和停止生長 或者長得比較慢長得比較快的季節 是有可能不一樣 所以 因素是溫度 主要因素是溫度還是水量 在北美乾旱的地方 主要因素是水量 可是在沒有乾旱的地方 主要因素是溫度 是各式各樣的因子都會影響 所以我才會說數輪的研究 它必須是在比較嚴峻的地方 你才做得出研究 等於是說你必須 事先先知道這個環境 可能最缺水或者最缺日照度 雖然我不是數輪的專家 可是我可以保證 你如果在一個森林的正中央 溫度、濕度、日照度、光合作用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CO2也足夠、日光也足夠 你絕對非常非常難找到控制素輪寬度 或者生長速率的因素 我打一個差 呂老師你的意思好像有一點說 密度大約比較鬆 顏色比較淡 和密度比較深 而密度比較密 顏色比較深的 是指這種的嗎 這個是general pattern嗎 顏色大概的深淺 對於它的密度的大小 大概顏色 真的其實有點奇怪 就是比較深色的地方 就是比較致密的地方 應該說 生長速度慢就會比較致密 對啊 所以生長速度慢比較致密 那通常我們的認知 像剛剛魏教授也在這 Vietnam 我不曉得說 應該是 我記得沒錯 應該是龍騰的教科書裡面 有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生長比較致密 那代表是它天氣是比較寒冷 是比較乾燥的 所以它生長會比較慢 對啊 那生長比較快的時候 它應該是 那生長輪會比較寬 所以 它最後就停止了嗎 它最後就停止了 對不對 它逐漸接近 夏季秋季 一到冬季 它就停止了 對對 就是說有那個季節變化 只是說我們剛剛 你剛剛提到 早財跟晚財 所以比較深色的那個部位 其實是夏秋的晚財 有沒有 春季是最適合生長的時候 所以它依照余老師的意思 就是它看起來比較疏鬆 然後顏色比較淡 對不對 然後夏秋這兩季 所以秋博士 您認為說 就是長得比較寬 是夏天之前的一個行為 所以等到這個 這個生長的一個截止線 剛好就是所謂晚財的一個認知 就是這樣子是不是 就是你一直在夏天說長比較大 應該說 我把那個圖叫出來好了 我來說一下 因為剛剛提到龍藤本 其實那個圖是地球科學原地 當年台大的研究生周沛山的一篇文章 那那個圖他有寫是晚財他寫夏季 對 我看問題來自這邊嘛 所以問題是說那個應該是夏季還是秋季還是冬季 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就跟剛才邱博士談得很像 那裡只是舉個例子 通常那個細胞長得比較大的時候 看起來很寬 顏色比較淡 我們就叫早財 那晚財 其實說的就是可能一年的早 春到夏 然後後來是什麼夏秋冬 那這個所謂早財晚財或春財下財秋財 真的是在每個地方可以不同 會有可能不同 就是看他的生長季節會是什麼 那最近我們在台灣其實有一些新的研究 順便做廣告這一期的Science Nature 剛登出來台灣的點也有 在我們的宜蘭的七蘭山 我們在這個研究過程之中 我們在七蘭山踩到了 譬如說過去600年來的樹星的紀錄 像剛才邱博士講的 我們一直在七蘭山 用我們自己的氣象站的紀錄來對 來說我們看到這個樹輪的變化 跟我們太平山這邊 七蘭山這邊 工作站的紀錄來對 去找是什麼因素來控制到它 它可以是雨量 可以是陽光 可以是氣溫 甚至還有別的因素 因為樹會不會長有很多因素 像我們看到的紀錄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大概公元1400多年的時候 突然樹輪變很寬 但是它是什麼因素 森林系的教授 關教授說 這個可能是有些樹倒了 它突然陽光比較充分了 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們現在回頭 這個文章都還沒寫 我們去找別的資料 覺得恐怕是當年 在這個地區很大的 土石流或者森林崩毀 讓它樹 它的成長的空間打開 這就是可以說 現在我講的意思 這個因素有非常多 那你必須在每一個地方去找 我們找太平山找這邊的紀錄 很妙 既然也對不太起來 最後找到什麼跟它最有關係呢 西伯利亞高壓 西伯利亞高壓跟太平山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氣候系統裡面它有關係 它可能是一個冬季的現象 這不是剛才回頭去講的 我去定出一個溫度或者一個雨量 它找到的真正跟它有關係的 是西伯利亞高壓的一個什麼什麼狀況 相關的文獻 剛剛出版的 科倫比亞大學邱博士畢業的 你的指導教授之一Cook 他們的理論剛出來 台灣也在這個點上 順便可以報告一下 我們台灣的研究是 也有的時候是可以登上很重要的雜誌 很有意義的科學背景的 所以它那個樹人的大的 pattern 還是一生一切一生一切的 這個跟不同的樹有關 我們最近在台灣做了兩年了 我們到南投 和社 台大志有個森林實驗站 我們自己去做很多樹芯 然後因為那邊有記錄 我跟各位報告 不是每棵樹都有那麼漂亮的樹輪 我們在顯微鏡下看 長得都很像 那剛才邱博士也提到 其實很妙的是 我們在研究樹輪是要很多顆 年代定好以後 然後是要找出它共同的 集合的統計上的平均 然後再把個別的樹 去跟那個平均減掉 去看那個不正常的部分 那個不正常的部分 是我們要看的東西 是那個噪音的部分 結果是signal 是你的訊號 我們台灣正在進行之中 那這個將來的結果 會跟剛剛邱博士談的珊瑚 可能就可以有海陸的不同的訊號出來 好 時間到了 事實上比我們預計的完結 那我們大家熱烈鼓掌 謝謝邱博士好嗎 同時也謝謝魏教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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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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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